啊 补刀 哦 还有补刀 好的 又到了我们的补刀环节 在最后 张大大会在他的队伍里 选择一位补刀选手 规则是这样的 他的得票一定要超过现在全场的最高票 则张大大的得票三倍 如果他的得票没有超过全场最高票 他的补刀作废 就是白出来一趟 是的 他的任务呢就是帮助张大大 维护张大大 反击在场的所有人 别放 别放他出来了 这可能是一个娱乐圈最难完成的任务 让我们有请演绎 伍伍伍伍伍伍伍西班 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任务 快闭嘴吧 我现在我也太难了 我今天是要来帮张娜的回怼的 我到底造了什么孽 我回想一下 我杨丽三十年以来 活得清清白白 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为什么 我要沦落到帮张娜的回怼 这就是我骂男人要付出的代价吗 他们说 他们说你要去呀 因为你是他的队员啊 我说但我也是个人啊 我坐不住 好我要开始了 杨本恩 说得好 特别是弹弓那个 怎么想的 巧妙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子弹 缓谁一下呢 你这是 严和祥 说得好 但是你说张娜的不是演的像小头 而是长的像小头 有点过分了吧 这哪是长的像小头 这明明是气质像小头 好 蒙其健 说得也好 虽然你和张娜的一样浮夸 但起码你不红呢 对社会的危害性要小一些 大张伟大老师 说得最好 说得最好 唱得也好 太用心了 不愧是综艺天才 灯光音效加道具 用他的才华 吹吹打打热闹闹闹 风风光光的送走了张大大 你知道吗 我想通了 我为什么要帮他回怼 我可以怼他呀 因为我只要赢就好了 吐谁不是吐呢 对吧 我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人性呢 你说在这样一个场合 还有什么能比当场背叛他 撕破脸 加入他的敌对吐槽他 更能赢得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呢 你怎么会吐槽进了他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有一天 张大大走在路上 然后呢 有一个人认出了他 就特别激动说 哎 你就是那个 逼个屁个吧 还是有一天 张大大又走在路上 然后就有人 给他端来了一盆 烤乳猪让他吃 他当场就哭了 说我怎么能吃这个 虎毒还不食子呢 最后一个 这个特别巧 还是有一天 张大大依然走在路上 然后过来一个人 就对着他说 猪 就问你 脆脆不脆 他得多喜欢猪 我天 我太狠了 这也太狠了 完了 我这儿替他捏汗了 巧不巧 我发现吐槽张大大好简单啊 就是你根本不用讲道理 可以硬来 前两天 我们刚分完组的时候 张大大就请我和王敏吃了个饭 因为我们一组嘛 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聊天 你知道他就一直逗我开心 我坐在那里我想说 哇这就是做杨幂的感觉吗 然后他也很有礼貌 他说我们能不能和张照 我说可以 但是能不发就不要发了 好吗 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就不要往外声张了 容易葬送我们的演艺视野 你知道 你知道 我觉得在这个圈子里 除了杨幂和安吉拉卑比 没有人惊得起和他的合照 就连每次杨幂发的时候 我觉得公关团队都会非常紧张 说真的要发吗 我觉得这张照片 对秘姐的伤害可能仅次于 脚臭那次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怎么还不哭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努力 你打算什么时候努力呢 要不是你为人这么漏洞百出 我现在能有这么难吗 但是 你真的接触他以后 其实你会有点明白 为什么那些女明星 喜欢跟他交朋友 就是因为你会很放松 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在乎他的感受 那天 那天我要跟你说 我说我会骂你 骂得非常好 他说没事你随便骂 我说你有事我也不在乎 我就是要赢 但我真的很仔细地看了看 他还是有一些东西 值得我学习的 就是很优秀的综艺人 对吧 而且我听说他现在 每天非常努力 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我觉得大德哥 你这样太辛苦了 你这样为了身体不好 你应该多睡一点 你以后每天 就是24个小时 以踏实睡 睡着了 就让他们把你埋在那 谢谢大家 我是防不胜防 干脆就不防了的杨丽 谢谢杨丽 还是很喜欢他的 我觉得大德哥 本身人还是好玩的 投吧 倒计时三秒 三 二 一 锁票 我们来看一下本场六位 吐槽嘉宾的得票情况 哦 大德哥是最高 169 也就是说杨丽的值 一定要高过169 对 等于都不可以 一定是超过 超过169 那大德的得票就翻倍 是的 如果没有 就什么都没有发生 是的 我们装作无视发生 但我相信刚刚他的表演呢 张大德是无法装作无视发生的 谢谢大家